伤害这么大 我们怎么查呀 我姐的脑子不清楚 连最基本的反抗能力都没有 你先不要往坏出现 林世维也知道你姐失忆了 对她产生不了什么危害 我觉得林世维不会伤害她的 我们不要自乱阵脚 先想一想林世维 能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 反正林世维要是再敢伤害我姐 我就跟她一命抵一命 文忠 咱们一定要想想办法 不能再让大小姐出事了 我知道 这样 我先去警察局报案 明天早上天一亮 我们就分头去找好不好 好 我父亲 尿色 是 平igo 射方 好 没人跟着你吧 没有 我很小心 你先回去 你要去哪儿 我开车送你去就是了 不用了 这样吧 两个小时之后 在这里等我 好 大哥 你多住院去啊 好 你怎么打不成这样 我跟丢了 什么跟丢了 我刚才跟着林世伟来着 你 你怎么能 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如果被林世伟发现 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姐了 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姐已经失踪十几个小时了 她现在还在恢复期 万一真的认出了林世伟 林世伟很可能会杀她灭口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你想啊 如果你姐出了事 林世伟的行踪不可能这么隐秘 她完全可以带着你再去应酬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她今天下午推了几个会 那我该怎么办 我见过有料了 她昨天晚上把林世伟的车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车胎上有泥 按理来说 林世伟的车每天晚上 都会有专人打扫 所以说车胎上的泥 一定是刚刚沾上的 如果她只是在城里活动 车上应该不会有你啊 所以说 我不会是开到郊区去了 你姐很有可能被藏在了 郊区的哪个位置 这可怎么办 我跟你一样着急 但是承英 你跟林世伟本来就走得很近 越是这种关键的时候 你越要跟平时一样 她之前已经怀疑你了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冷静 我做不到 我知道这很难 现在回到金武台去 你相信我 你的事对我来说一样的重要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找你姐的 相信我 回金武台去 好吧 我知道了 好 美如 你还好吗 我跟你带好吃的了 美如 你要让我跟你说多少次 我是来帮你的 不是来害你的 你打我干吗 别怪我 只要这样 你才会更安全 美如 你 你听话 你别动好吗 美如 我想你已经忘了 十多年前 我也曾经这么抱住过你 我 也曾经 给过你温暖 就 你也曾经 让我憧憬过 你听话好不好 好吗 你不是饿了吗 我给你吃一面包好不好 好不好 爹 爹 快快快的 来来来 停停停停停 停 跳来跳去都是这个样子 老板 你们都先下去吧 什么事 二容之前说灵世伟有问题 我们顺着灵世伟家乡的线索 查了一大圈 还是没有半点收获 没有收获 你来汇报什么 我让你们去调查 你们就查出这个来 您别着急 他灵世伟之前的事情 我的确没查到 可是派出去跟踪灵世伟的那组人 有了新的收获 少啰嗦 快说 自从大成被抓了以后 我就把灵世伟的车牌号 告诉了交通局的人 我的县人告诉我说 前两天的晚上 灵世伟从孤儿院开车出去以后 直接奔了郊区 我去孤儿院一查 发现就在那天晚上 孤儿院的一个女工失踪了 帮走一个女工 她是为了什么 那个女人我调查过 据说她从进孤儿院的时候 就是疯疯癫癫的 而且 灵世伟的相好 成莹对她也是照顾有加 继续往下查 她灵世伟绝对不可平白无故地做善事 这一点我比谁都了解 家牌人手 盯紧一点 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告诉我 是 我这就去 灵世伟 我看你的狐狸一半还能藏多久 我真是服了你了 私奔这么大的事 在你嘴里说出来就跟玩似的 你说 之前那么多人拦你的时候 你是一脸视死如归 非走不可 非去不行 现在可好了 没人拦你了 你反倒是在家里面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你能不能别像苍蝇一样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你怎么总是把事说得这么严重啊 我要出国那是有苦衷的 我要留下 那也是有苦衷的 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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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有多大的苦衷啊 皮夹舍业的 我跟你说啊 别看你爸倔 脾气硬 你要是走了 他第一个就能哭出来 好了好了 别再说我这反心事了 对了 你上次跟我说 你要去郊外采访那个事做得怎么样了 还好意思提呢 这采访实在是太远了 我个可怜虫又没有车 别人采访三个孙的时间 我就只能采访一个 钥匙给你 你自己去 我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 不能陪你一起去 我把车借给你 你自己把车开去行不行 就我这开车技术 你放心 只要车没事就行 人无所为 我这真的够乱的了 你能不能别把我的车开出去之后 再出个什么车祸 我可没时间救你啊 拿着 这次算你 死皮赖脸非要借给我的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走了 他怎么样 哥 哥 还和以前一样 叫叫嚷嚷嚷的 他关在那里不安全了 今晚十点把他送到 同乐旅店的三零三房间 好 大哥 我知道了 世伟 你先去吧 好 等很久了吧 没有 我听说 昨天晚上你表演的时候 出了一些状况 我跟胡亚说了 今天你就不用上班了 走 我送你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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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要了承英 什么情况 我知道令设韦把我姐 藏在哪儿了 藏在哪儿吧 我听她吩咐阿全 今天晚上要把我姐姐 转移到同乐旅店 我偷听到的 行 不管怎么样 先去看看 我去开车 哥 我看成英是不会来了 他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要不然不可能让你等那么久 再等等 他不来 是最好的结果 也是我希望的结果 你好 楼下说那个房间漏水 我来检查一下洗手间 不好意思啊 不是你们这边的问题 我去隔壁房间看一下 等一下 三更半夜漏水 骗谁呢 是楼下让我上来的 不信你们可以跟我下去看一下 好吧 你走吧 哥 这事值得回应吗 先生 那个楼上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卫尸间水管都没有问题 是吗 我刚刚明明听见有一个女人大喊大叫 说水管出问题了 我这人睡眠不好 她那么吵实在睡不着 你要不再帮我跟她们说一声吧 您是说楼上三零三房间吗 不可能啊 我们上去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 楼上只有两位先生 怎么会有女人的叫喊声呢 是吗 那是我弄错了 行行行 没什么事 那麻烦您了 谢谢啊 来 文忠 果然是个圈套 还好有你提醒我 要不然一时激动 我真的被她们引进去了 你想啊 林世伟这么谨慎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 她把话说这么具体 咱们不这么试一下 肯定不保险的 我姐被她藏着 她又一直对我有所怀疑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很担心我姐会出事啊 我们先离开这儿再说吧 等林世伟回过神来 恐怕我们就走不了了 都这么晚了 你才回家的话 你爸会不会又骂你啊 没事 我去山青家吧 走 我送你 妈妈 好啦 甜心 明白 不一定 颜联府 你还没ミク 顶我们联罚 接手 应该电话 我为你 根本然找呢 你感情 睡觉就在沙发上睡了 你又跟程莹 谋划什么不为人知的大计划了 你就别酸我了 我这一天到晚 斗智斗勇的已经够累的了 我不想回家 就是怕回家以后又跟我爸拌嘴 想猪猪呗 谁能拦得住你啊 你这我拍的什么绯闻啊 拿给我看看 这是我昨儿拍的风景 准备挑两张送给红燕 你看你这拍的 什么荒凉的风景啊 拿这送女孩子你行不行啊 怎么想的 有没有审美啊 这人是谁啊 是不是灵世维啊 哪儿呢 这儿呢 这儿 你不说我没发现 还真是她啊 要不说这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你这眼神是太好了吧 真的是她 可是她为什么 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郊外呢 难道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我准备后面提两手 是送给红燕的 被你一下 雅兴全没了 善清啊 善清 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照片我拿走了 谢谢你啊 你洗完脸吃个饭再走啊 人命关天 还洗什么脸吃什么饭 回程庆啊 哎 哎 招什么急啊这是 怎么还没到呢 佑兰哥 承鄞 闻中来了 这是山清在采访时 无意中拍到的 你们看看 这个人是林世维 应该是 肯定是她 自从大小姐失踪后 她跟阿雪每天敲装了 再开车出去 上次 咱们看到车上的泥点 就很有可能 是从郊区回来 她一般什么时间出去呢 大概是 饭后吧 这就对上了 山清拍到这张照片的时间 大概是两点到三点之间 林世维一个人 去这样的地方 我想一定跟姐姐有关系 你去进我台拖住林世维 我跟有良去找你姐姐 如果找到 去把她带到小月那儿去 就这么办 到时候我在那儿等你们 闻中 你知道地方吗 应该差不多 附近山上这种小木屋 不是很多 我们拿着照片找 应该没问题 走吧 老板 怎么样了 查到了 我们的人撒网一样 到处去找 总算是找到了 林世维最近鬼鬼祟祟 经常去的地方 四周有官人的痕迹 那还等什么 快陪人去 什么是鬼不绝的 给我把那个人抓回来 是 阿权 阿权 是围到了吗 没有 他早上刚出去 有点事 他吩咐了 他说他下午有个会 等他回来了 看你演出 那他人去哪儿了 是自己去的吗 是 他一个人去的 去哪儿我不知道 要不这样 你先上去 等他回来了 我通知你 也好 我这儿 我这儿 我闭上 救命 救命 这是李世梅的车 打枪了吗 走 站住 姐妹 救我 林老板 你别过来 我们也是替人做事的 放我条山路 好 没事吧 来 起来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是林世伟 你 美如 你别过来 是你杀了光景 是你杀了我爹 是你杀了我妹妹 是你杀了我全家 我亲儿听见你自己说的 是你亲手推我跟妹妹下水的 是你亲手杀了他们 你这个杀人犯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每个人 我现在就要让每个人知道 原来你就是个杀人犯 不要 美如 美如 我要告诉大家 美如 你就是个杀人犯 美如 我要去告诉大家 美如 我要去告诉每个人 美如 你是个杀人犯 你是杀人犯 你是杀人犯 你就是个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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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大小姐 我去开车等我 送他去医院等我 大小姐 我是有梁了 大小姐 是我 我是有梁 你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二小姐 还要带你去治病呢 除过生活 你会没事的 你挺住啊 大小姐 你有梁 冰空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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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姐她怎么了 快快快 姐 我姐她怎么了 我姐她怎么了 我们去晚了 我们去的时候 她已经被林侍卫 不可能 不可能的呀 你不是说林侍卫 她小心翼翼的 她是不是怕我姐活着 她怕被人发现 姐 对不起 我们也不好 和我大小姐 永远 我不相信 若是我不走 林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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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 承鄞你不能去 你去了等于白白送死 林侍卫什么都干得出来 不要冲动 你放开我 你不要冲动 相信我 你放开 你放开我 承鄞 承鄞我知道 我知道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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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你们家 唯一的希望 不要成都好不好 都怪我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心心想报仇 如果我一见到我姐姐 就带她走的话 她不会像现在这样 都怪我 都怪我 哭出来哭出来 哭出来就好了 听我说 不是你的责任 都是林侍卫的错 都怪我 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办法 找她报仇的 相信我 冷静一点 相信我 都怪我 都怪我 funny 姐 你等我 等我回去报了仇 我一定带你回家 跟爹 娘 还有大哥端居 怎么会突然病了呢 怎么样了 医生 他体温很高 我帮他开点药 帮他退烧吧 如果还没好转的话 明天我再过来帮他检查 谢谢你医生 这边请 好好睡一会儿啊 好好睡一会儿啊 好好睡一觉 也许明天早上起来 就什么都好了 你怎么在这儿 文忠 你怎么在这儿 林先生 是这样 程小姐她今天身体 有点不舒服 是高先生把她送回来的 还帮程小姐请了大夫看她 文忠 谢了 让我来想办法吧 我来想 你跟我离开这里好不好 我回到这里 就是为了亲手报这个仇 我要让她失去一切 让她尝尝绝望的滋味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你这个杀人犯 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家 你就是个杀人犯 你李世伟是个杀人犯 不要 李世伟 我要请告诉大家 你就是个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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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一切 谢谢你 不感じ 现在收益确实在下降 不过也难怪 因为程英不在 是啊 我已经尽量把一些 热闹活泼的节目安排上去 希望观众能够看得开怀一些 红颜 我希望你尽快地 招聘下一期的新人 增铁人手 是 林老板 成英的身体好些了吗 她好些了 对了 金舞台的表演呢 我希望以后你就别留她的份了 为什么呀 您不是说等成英的唱片面试之后 才让她退出进舞台的吗 我想等她病好了以后呢 马上筹备婚礼 是吗 那就是说等她病好了之后 你们就要结婚了 没错 对了 我希望由你来帮我们操办 可以吗 没问题 好 你先去忙吧 红颜 山青 找我有事吗 成英这两天都没有登台唱歌 是和生病有关吗 是不是听到什么心言碎语 带我这儿求证来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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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其实是替文忠来找你的 文忠 文忠怎么了 这两天成英生病之后 林世卫就把她关在家里面 谁都不让见 文忠都快急死了 她就托我来找你 看你能不能带她进去一次 就一次就好 既然成英已经在 林老板和文忠之间做出了选择 文忠何必要为难自己呢 我觉得情况没那么简单 我总觉得文忠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言 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 以我对文忠的了解啊 我看她用情那么深 那么想见成英 应该也不是单纯的一腔情愿 你看 你能不能帮帮她呀 这个 拜托了 红颜 就见一次应该不会惹什么麻烦的 好吧 那我试试看 好 那我先替文忠谢谢你了 那我先去忙了 好 慢点 那就谢谢你了 你就放心吧 我也是在今舞台做事的 自然知道这里面的辛苦 你就安心出去买菜 跟姐妹聊聊天 这有我帮你看着呢 好了 那我走了 你去吧 谢谢 你快点进去吧 我在门口帮你看着 谢谢 红颜姐 认英 软颖 闻珠 躺着吧 怎么才几天没见 你这病怎么严重了呢 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 好不好 不用了 没事的 好 这两天临时围有没有察觉什么 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承鄞你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好好活着 只有你好好活着 你们秦家才有希望 答应我不要着急 你现在只管好好养病 只有你好起来 我才能帮你报仇 机会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我现在只恨我自己没有力气 我能亲手杀了他 只能在这儿躺着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 但不要再说这种冲动的话了好不好 我们坚持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要拿到林世维的犯罪证据 我是学法律的 我相信真相有一天一定会被揭穿的 但是你不要再拿这种毁灭的方式去报仇了 除了报仇 你还有大娘 还有清田哥 还有我 答应我 好好地活着 好吗 我好吗 文忠 原来我这次不能听你的 我已经决定要亲手杀了他 如果有来生 我再来报答你吧 侯爷 这边 坐 来 给你点的 谢谢 你们去看承鄞了吗 她怎么样 好点没 承鄞到现在都不怎么说话 见到文忠就知道哭 我看文忠急的 恨不得马上要把她接走的样子 这我就纳了闷了 你说灵世维跟文忠 平常称兄道弟的 这回怎么这么不想情面呀 就算她要跟文忠抢承鄞 那也不至于连剑都不让剑 我也是觉得奇怪 灵老板做事一向体面 可这次却好像是要把承鄞 软禁起来似的 连我们金舞台的人去探望 也不允许 你说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件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文忠前两天说要把她妈留给她的房子 长租十年 然后带着租金 带承鄞出国的 出国 可是我听林老板说 等承鄞的病疫好 他们就要准备结婚了 真的假的 承鄞真的要嫁给林世维啊 我听林老板亲口告诉我的 你看这个事情 要不要跟文忠说一下 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万一要是 承鄞真的是打算跟林老板结婚 不是 你说承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回家喽 又摔倒了 你给我起来 一穿上新衣服 你就非要给她弄脏了是吧 你不张眼睛走路的 你看看 回家又得洗 就知道气我 我走了 我领养你回来 是来气我的 臭孩子 碰伤了人家 把你卖了也赔不起了 反正罚你不准吃饭 回家 哪有这样当妈的 红月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还有点事情 山清 我先走了 孩子 你心得怎么样 你过得好吗 你的养父养母 他们带你好吗 妈妈好想你 好想你 不知道在别人家的你 吃得饱不饱 穿得还暖吗 妈妈祈求 祈求你千万不要 遇上刚才那样的人 我希望你平安快乐 二啊 妈对不起你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 走 商量 你 你 known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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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